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没有掉下来 有没有注意到 盘中在十一点半才压回来 但是又收回去了 所以呢 那么收盘是上涨了57点 成交量600亿 量越来越小 很多人在问我说这个量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我民国77年进入股市 算一算大概也接近30年的一个经验 股市经验 那我从来没看过 量价结构里面竟然量缩的情况之下 台股不会跌的 好 我们把量价的结构来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指跟笔先拿起来 所谓的量价之间的结构是这样 多头的量价结构叫做 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这是多头的节奏 也就是长有量跟跌无量 就价涨量增跟价跌量缩 那空方的节奏是怎么样呢 它的量价结构是 空方的节奏是 跌有量 涨无量 也就是价跌量增跟价涨量缩 台股最近走的方向叫做价涨量缩 因为我们今天涨了57点 但成交量只有600亿 所以呢 如果说纯粹就以前我们所学的 量价的经验来看 价涨量缩应该是空方主控的格局 对吧 因为多方主控叫做价涨量增 价跌量缩 空方主控叫做价跌量增跟价涨量缩 所以价涨量缩是空方主控的格局 可是呢 可是它就不太像是空方的结构 它是一个多方的节奏 所谓多方节奏就是 我买就有量 我不买就有量缩 可是不管我买或不买 那个价格呢 好像都打不下去 所以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 这是一个多方主控的价涨量缩 这很妙 这很妙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谈这么细的东西 是因为很多人担心那个成交量 你会一直担心下去 但是呢 股市不会因为你的担心而崩盘 我举个例子 从8000点7999.98 8000点涨到8754.8750这一段的涨上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是5月31号 5月31号是MSCI的一个 就是所谓调整权重 没有这个是量很缩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在涨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量的 拉回来之后有没有量大 也没有 也是量缩的 也是量缩的 台上去量更小 好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如果它是一个空方的结构 我告诉你 如果这是一个空方的结构 上个礼拜一的跳空缺口 这个高点叫8634 这个缺口 这个长黑棒 跟这个上个礼拜设长黑棒 这个打下来 理论上要开始往下打 即使你是多头修正的话 也是一样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上个礼拜有谈回去 今天有谈到 而且上个礼拜是碰到的一个关键 叫做月线跟季线 有没有 上个礼拜是碰到 蓝色叫月线 这个灰色的叫季线 上个礼拜是 一根长黑棒打下来 碰到月线跟季线之后 就开始往上拉 这不是多头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空头的结构 你碰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将来什么 会破线 就代表什么 代表低档八千互拍点以下 或者季线以下 月线以下 它是有人在做支撑的一个动作 那它就是一个多方的一个结构 空方的结构是不会跟你谈这个东西 好 可是我们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不是有个缺口吗 这个缺口的上缘叫8634 你要不要看一下 今天高点多少 8642 收盘是8625 好 没有过8634 但是高点是8642 是不是过8634 今天的高点是过这个8634 准备要来补缺口 我们的量 600亿 一般来讲空方缺口代表是空方的压力很大 但是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这个多头既然能够轻轻松松 不要有量就把它供过去 这说明什么事情 说明卖压都不见 说明所有的卖压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盘命的结构 就产生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就是你很担心那个成交量 即使成交量不出来 股市一样震荡往上走高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本周是一个震荡走高的格局 而这个震荡走高的格局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点 叫做法人作涨 投信的作涨 所以你发现到 我最近带货员买的股票 大概都是法人作涨 你看 大家不是很担心这个 端午节变盘吗 端午节是这一天 这一天 这一天是不是买股票 这一天 我秀给各位看 6月8号 这个端午节的前一天 端午节之后 廉价长价出来之后 一个长黑宝 那这一天可不可以买股票 可以啊 我不是告诉你 我带货员买进了3078的乔薇吗 6月8号那天 我们在25块多买进了3078的乔薇 我还跟你讲乔薇 今年要赚2块6 你买在26块以下 你的风险都很低 然后今年要配息1块9 所以他信心值率高达7%以上 对吧 6月8号 我带会员买进了乔薇 大盘是这样走 乔薇是这样走 长一天长两天长三天长四天 休息天长五天长六天 七天的时间里面长了六天 从25块涨到了30块以上 我赚两成 我赚两成啊 他说没有 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如果说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的长黑棒 是空头的结构的话 怎么可能有股票往上走 我常常在讲股票不是重点 而是我的选股逻辑 我的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我为什么敢于在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 就是端午节 就是上上个礼拜的时候 6月8号这一天 我敢于去买进这个乔薇 带会员买乔薇 买了26块以下 买了25.5左右 为什么敢买 除了我跟你讲端午节 也不会变盘我不认为他会变盘之外 我还告诉你你选的方向怎么样 法人作杖 就四个字啊 法人作杖不是吗 对啊 我买了乔薇 你最近看一下投信是不是连续四天 这样的买方 我买完之后 1234 投信两天之后进来买 连买四天到今天喷出去 所以如果你选的方向跟我是一样的 你会不会担心 这个大盘 的一个震荡 就不会担心了嘛 就好像5288的风向 有很多投资朋友 脸书的朋友 很可爱啊 他说老师 上个礼拜 我好多人在讲5288的风向 我礼拜三买的 礼拜一 这个礼拜三买的 礼拜三这一天 我买了110块 我买风向 礼拜四 礼拜五拉到掌银买了 这个要拉到掌银 拉到掌银之后 哇 市场好多人都有风向了 很正常啊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 谁最先进来 谁是赢家 我为什么敢于在这边买 6月15号买新风向 愿意何在 法人作杖四个字 你自己去看投信 投信这次买的比我早 我是看到投信再买之后 我在这一天进去买 礼拜五是外资进来买 两千多张 你有没有发现 法人也开始一窝蜂 投信先买 外资再来买 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谈到的 我要怎么去做 就像我买进的股票 有时候我会买的比投信更早 譬如说6245的利端 我买的更早 我买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买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投信天天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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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从37块涨到了44块 到现在还不回头 还不回头 好 我们就来把它一个逻辑思考 讲回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 我们发现到 未来本周的选股方向 有一个嘛 叫投信作帐 第二个部分 你要找的是什么 未来具有前景 所以呢 很简单啊 我认为投信作帐的有啊 光年就是啊 5315的光年 我也买啦 4935的茂林 我也买啦 这投信作帐啊 包括什么 包括了这个 18 8069 袁泰宇斯啊 投信作帐 这些都是我们在买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跟各位谈 我说并不是大盘的问题 大盘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不要管量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市场有五成以上 是属于法人 我们就买法人股就好 不会选 我会帮你 我现在正在锁定一档台湾之光 股价只有二十几块 不是台光店啊 我正在锁定一档台湾之光 我今天卖二十九块 收盘是二十九块六 我赚钱的 那这两个股 我还没有要公开 但是我跟你讲 它具有爆发力 而这个爆发力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十六亿的人口市场 那这个人口市场在哪里 将来我公开的时候跟你讲 但是你想要跟着我在低档布局的 欢迎各位 现阶段 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好好的逢低做布局的动作 谢谢您接受看 年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